刚满月的婴儿被母亲扔在咖啡厅 等母亲喝完咖啡回来时 婴儿哭啼声引起在场众人的不满 随后母亲急忙抱起孩子 向周围人不停地道着钱 紧接着带着孩子回到了车上 突然母亲脸色大变 看着母亲疯癫的样子 不知是听懂还是害怕孩子也停止了哭闹 起料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回家后怒气未消的母亲直接将孩子扔到了沙发上 父亲听声走出劝阻妻子不要生气 一副慈祥地走到孩子面前 本以为父亲是一位体贴妻子爱护孩子的好男人 结果下一秒 可能感觉味道不对孩子 迟迟不肯张嘴 这顿时惹怒了禽兽的父亲 突然警察前来带走 父亲先是擦掉孩子嘴边过期的食物 母亲则喷上空气清新剂 掩盖屋子内的味道 随后急忙收起桌子上妻子的香烟 警方告知街道医院举报 这里有虐童行为 所以请来一位儿少保护专家前来检查 可能孩子感觉到警察是来帮助自己 不哭不闹地等待检查 然而当儿少专家就要解开一扣时 父亲则愤怒地拿出自己的工作证 宣称自己是儿少机构的工作人员 不可能存在虐待孩子的行为 随后警察望向房间内的相片 看着照片中夫妻二人幸福的模样 他也打消了心中的疑惑 警察就误会二人而道了歉 而少专家也解释到这都是按照程序办事 看着帮助自己的警察要走 孩子突然大哭起来 又晓得他本以为能用这一招挽留住警察 奇料却激起了父母的怒火 狠毒的母亲直径地冲过来抱起了孩子 一个怒吼后 他将孩子狠狠摔在地上 不解气地他拿起抱枕捂住孩子的头部 就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结束 剧中父母的行为令人毛补所缘 然而更可怕的是这部影片 是根据2021年真实事件改编 一名16个月大的孩子在养父母的虐待下不治身亡 最令人发指的是之所以领养这个孩子 只不过是为了当网红博取流量从而获得金钱 当金钱远远满足不了的那一刻 丧心病狂的养父母全然将怒气撒在孩子的身上 就在小证人临死的前一天 老实的拥抱成了他此生最后的温暖 当孩子失去意识送进医院的那一刻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让医生为止震惊 检查发现身上十多处骨折 甚至连颅骨都没能性命 然而导致证人真正死亡的原因 正是腹部被高达3600千克重力压制而内脏破裂 显然意见小证人生前遭受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而这个结果在小证人养父口中确认 正是妻子在小证人腹部上反复地高空蹦跳舞 随着小证人事件曝光 很快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这对狠毒的夫妻与剧中父母一样 最终要在监狱中度过罪恶的一生 最终要在监狱中度过罪恶的一生